爬在地上 拔拔草 看茶葉成長 從幼苗到採收的五年 才有成果 談到第一年種茶經驗 來自太岡部落的茶農江朝南 想起與太太兩人 為了除草 忙翻天的日子 而這也意味著這片新茶區 要開發轉型 需要大量心力投入 新的土它不適合說 大力的介入它 因為會破壞它原本的生態 所以我們用友善的種植 就是那茶樹名的肥料 缺什麼補什麼就好了 而不是給它打吃大喝 是慢慢的細膩把土壤的 這個結構給改良之後 把這個茶樹提升起來 以江大哥的種植經驗來看 過去他們也種植蘋果 水蜜桃等作物 但果樹容易受到天災影響 近年才轉種茶葉 但種茶背後耗費的資材 成本卻也高得嚇人 以前果樹可能採一採 還可以到路邊賣 但茶葉採收 除了要專業的採茶人 後續烘焙包裝等費用 就佔了整體收益支出的一半 收益另一半還不是自己所有 還得再扣掉自聘工人 肥料等開銷後 剩下的才會進到自己的口袋 你說那個果樹的話 要撒一包那個果樹 一包果樹的話 大概兩隻手放一放 那個茶葉的話不是 茶葉一排都要100公尺 就100公尺這樣撒過去 我那個相當不容易 但也因為茶葉屬於高競技作物 撐過了前期的栽培過程 所以上比栽種果樹來得優渥許多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這也是茶農在戶齊行銷上 努力的結果 像我們因為監視沒有農會 沒有農會我們要找誰 當然我們要自己想辦法去找一些顧客 喜歡喝茶的 像那些以前同學 同學的同學會互相來 來跟我們切架 養文科現場不餘力的 來鼓勵我們 來協助我們 該宣傳的 該補助農民的 都會在補助 目前新竹午豐幾間10箱 各有50公頃的面積種植茶葉 而今年也受到縣政府關注 並投入資源 而不到10年的種茶期程 茶農們仍堅持在這片新茶區中 默默耕耘 也期盼有天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 打向原鄉茶葉品牌 有些新聞 阿斯伯羅利昂新竹竹北採訪報導